有什麽可以开放整个环境 整个空间令到我们的业界 可以更加好的资长 我刚才提过 其中一种就是说 我都会提出 真的谈谈租金管制 现在是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交双交融点 还有我里面也有很多的职业 都是讲怎样去辅助业界 譬如说我争取一些商业赞助 甚至乎给一些税务优惠 给一些商业赞助 商业机构如果去赞助体育 或者艺术的活动 又或者另外就是说 香港有很多是空市校舍的 是否这些空市校舍 可以重新去运用 或者改变 变成一些艺术文化 或者体育的一些用地呢 其实多了一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对大家的环境 都会好些 也可以吸纳到一些的 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 一些艺术行政的使用材 我想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 就是我的政光 大家都可以 其实我也有提出 当然有提出 针对业界发展的一些的看法 但是我再三强调 我还会有两个外圈 我又怎样 去令到整个香港的文化围 更加宽松 更加多元 更加包容 所谓 还有呢 令到整个最大的外圈 就是整个社会 是应该是更加公平 公正 更加公义 所以这个会是我 我能不能和阿山最强调调调的 如果发生了 不是最后的 是 我本身正想就是提问 问题的时间 就是大家提出问题的时间 就不是你到这里 如果大家需要 我都是一分钟的时间 给两位再做个论 最后最后的问题 是吧 刚才呢 很多朋友提的问题 都涉及到 就是说 选民基础 有没有票 没有票 起码我自己 譬如我今天来这里 我目的不是要争取选票 我相信再讨论 有些人 你给我说 就是 我不是 为了这个目的以来 就是呢 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很多都没有票 包括我自己都没有票 但是我觉得 就是 大家既然有很多意见 大家都是这个业界 那我是 很希望 通过我们可以对话 今天的一个对话 往后可以增加的很多人对话 一起去谈一些问题 一起去探讨 怎样是会帮到我们的业界 帮到社会 是做得更加好 如果我有幸当选 我绝对不会说 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再面 是吧 可能今天大家都是带着很多意见 而来 甚至可能是冲着我而来 因为这样 大家提问的时候 还问我时间的那个周博言 那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 我来的目的就是说 要和大家对话 不同看法不同意见 没有问题的 我来的 希望大家了解 我的看法 我的意见 我也希望 你了解大家的看法 大家的意见 香港的出路 都是要我们一起去想的 无论如何 我们都在一条船 是 我是JCCAC的租户 我们其实 早两天发了一个邀请信 是邀请你参与我们 有一个租户会 周先生就是用来出席的 但是你呢 连最基本的样子都没有 你都没有回覆我们来 或不来 当然你没有来 为什么你会不来呢 又不通知我们不来呢 我以为不要 是的 对这件事 我是非常有办法 你收到信吗 我收到信 但是我后来 我查证过 因为这个会 是由JCCAC的 管理机构 它发出邀请 它没有向我发出邀请 我怎么来的 那我们邀请你 是我们邀请你 是我们邀请你 我们有一个 叫石叶美艺术联会 我们都是严加一个组织 我是打过电话来问过 我可不可以出席 或者外面的人 可不可以出席 我得到他的答案就是 这个只是给租户的 谁跟你说 你邀请你 你打给V 你很少便奇怪 但是 这个都不是主要 大家谈的 但是大家谈的 你很少便 你很少便 OK 你基本封了一个邀请 因为你打了电话 去JCCAC 才不给你 你回答 为何要承担 这部门风露呢 这个其实是否尊重 我们这部会 如果大家觉得我是不尊重 那我愿意 为这件事道歉 这个是 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我最重要的观点就是 大家一定要继续对话 是不是 你这些不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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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之反 一个opposite 你是敢反教育人家 这样的沟通 这是一个基于不尊重的漠视 是不关心的 如果你有这个感觉 我都有一点遗憾 我真是说不好意思 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 对话是民谣 沟通是民谣 如果不沟通 结果我都不知道 原来你有这样的感受 是吧 通过对话 我都知道我还是原来你 我不回答 你就会这样理解 我会这样理解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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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钢迪城 这个没有办法 我也希望说服你的 但是说服不到 我最熟致 건不是一分 做一个有话的酷 呃 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 我是非常欢迎 大家听那些 我提出个事实 用什么方式去体揭 到呢 任何时候 你有我的E-mail 有我的电话 有一个 automate require 都没有 automate require 都没有 有没有需要改善更多人道 提供资料 觉得没有 这个我都可以尽量去做 希望做到大家的事情 因为其实现在在危险的这个国民 除了包括大人事 还有一些复制出系的学生 教职员等等 其实都没有必须收到 我可以这样 这个我真的很诚恨 需要大家都帮到我 如果大家可以帮我 因为我都曾经跟一些艺术界的朋友说 如果大家有一些界外的朋友的E-mail 如果大家愿意的 提供给我 那我是定期会发E-mail给大家 另外我也开工了Facebook 以后大家也可以跟我报纸 这个除此之外 更加直接的 打电话给我 我会发E-mail 我也可以 我其实是有定期做报告的 但是呢 如果我没有你们的接触的名单 我会发生的地址或者电邮 我会不会慢慢接触到 而且大家愿意可以提供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我们 我希望今天开始这个沟通 真的可以改善了 我们现在应该把时间交给周先生 时间都不早了 大家都听了很多不断重複 或者没什么意义 不可能会议 不断重複的 大家都很包容 我想最后回应一分钟 就是说 如果这么强调沟通 这么强调这种 要互相尊重的时候 就不会 我想马先生这次都是四年以来 第一次下来 这样跟这些朋友一起谈 所以我觉得这种 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强调沟通 或者这么互相尊重的态度呢 我会很清楚告诉大家 我今天来的是来拉票的 我是认真 因为为什么要和大家拉票呢 因为 你们要求我 才有机会 令到马同国是不能够连任的 因为如果他连任 将会继续过去 好像过去四年那样 说就会说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 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情况只会越变越坏 只要不断地跟你说 我好尊重的意见 你沟通 你有什么意见 你来找我 你打给我 你写电邮给我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也通过直播 在这个场面外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 也都通过 在这里 我真心觉得 我真是 见到香港的情况是很坏的 我亦都见到业界的情况是很坏的 我真是很想去做一些事情 希望大家给了个机会 多谢大家 好 再次多谢大家 出席今天这个论坛 亦都 我们希望给掌声两位 感谢大家 还有一个正式的问题 好人 还有一个正式的问题 还想要